第五千三百九十三集 夜晨目光一寒道 居然和阎魔死界合作 他们是疯了吗 古蜻蜓苦笑道 他们也是被逼的 真怕你夺走了天君封神碑 所以和阎魔死界合作 他们已经和红春秋达成协议 等抢到了天君封神碑 便瓜分气韵 一人一半 而我们的鲜血 就是他们破开 节天战场尽致的忌品 夜晨呵呵一笑道 这么说来 这件事还要怪我了 真是慌天下之大谬 夜晨是真没想到 杨朱仙和白子虚 居然会与红春秋合作 难怪他在外面 听不到任何呼救 再重新回到浩天狱后 才听到小青的呼喊声 想来是黑暗气息 侵入浩天狱的天地 导致这里的消息 无法传递出去 文慧之主 不怪你 难道还能怪我吗 便在这时 一道阴冷的笑声响起 只见天空之中 一个仙袍老者 乘坐着一卷天书 雨风降落下来 身后跟随着 数百个强者 仙魔两道都有 白子虚 你还敢来 古蜻蜓目光一寒 这个仙袍老者 正是白子虚 白子虚的气息 比起昨天更为强横 他的身上 除了仙气之外 还环绕着一缕魔气 仙魔交融 让他的气势威严 如日月般 照耀天空 显然他与红春秋合作 也得到了不少好处 获得黑暗赐福 魔气加深 仙魔一体 实力大尽 他身后的随从强者里 也有严魔死戒的人 还有红春秋 从喜严仙宗里 带过来的强者 白子虚目光一瞥 看到地面上布满尸体 很多都是他 羽化山的强者 都是被夜神的轮回天国 活生生镇死 他也不生气 反正只要最后 能得到天军风神碑 什么损失都弥补回来了 轮回之主 是你逼我的 如果不是你这个骇人精 我好天欲 又怎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你去到哪里 哪里就会有灾祸 你是诸天万界第一的大毒瘤 只要你出现 就算世外桃源 也会变成灾恶之地 白子虚冷眼盯着夜晨 言语冷峻想要用话语刺激夜晨 让他产生心理压力 甚至道心蒙尘 废话真多 老杂毛 你还恶人先告状了 大千重楼掌 破 夜晨哼了一声 右手一掌狂轰而出 大千重楼爆炸 声势猛烈 但这一掌只是试探 他还没有用权力 大千重楼掌是曾经最顶尖的九天神术 就算只是试探 威力也是异常霸道 白子虚眼看夜晨一掌打来 阴瑟瑟地一笑道 昨天我意外吃了点亏 今天便叫你百倍奉还 昨天在祖神教的山门大殿里 他被夜晨一掌打到吐血 实在是有点轻敌 今天他掀魔合一 实力大尽 再战夜晨 可不敢有丝毫大意 是要一血前耻 当下 白子虚催动语化飞生经 一个浩瀚壮观的语化仙界 在他头顶上空浮现而出 在那仙界的最中央 鼎立着的却不是仙人 而是一尊魔将 白子虚的契机 在那片仙界 那尊魔将齐齐共鸣 浑身顿时咔嚓嚓作响 整个人也仿佛化作了一尊魔将 手掌杀出 魔技腾腾 与夜晨双掌硬碰硬 两人双掌碰撞 惊天气浪爆炸 夜晨只觉白子虚的掌势 掀魔一体猛烈异常 而且背后还隐藏着地脉的威压 出乎他的意料 当场之间 夜晨就被震退三步 胸腹间气血翻腾 颇为难受 这一下交手他就知道 白子虚进步猛烈 而且能与地脉沟通 占尽气韵优势 着实不容小觑 如今浩天玉的地脉 已经遭到黑暗气息的入侵 气韵优势在红春秋这边 白子虚与红春秋合作 自然也是占尽优势 力压夜晨一头 夜晨深感不妙 想战胜白子虚的话 恐怕要动用些底牌了 言神之道 轮回天国 夜晨手掌一挥 轮回金光再次绽放 构筑出神圣天国的场景 但这一次出现的轮回天国 却不再是虚幻的气象 而是真实的国度 夜晨体内 阎神血燃烧 无数掩土的力量 混合着轮回气息 构筑成真实的国度 缓缓降临下来 白子虚看到那真实的天国降临 也是感到无比的压力 羽化飞升神迹宋士 赞颂真理的伟大 无上的真理 请彰显你的力量 镇压一切异端 危机之中 白子虚记出了羽化飞升经 只见一卷天书秘点 飞射而出 绽放出真理的光芒 一道道真理符文 带着碾灭天地般的 狂暴威压狠狠飞出 如弩剑般穿透入夜晨的 轮回天国里面 煞石之间 整个轮回天国都被打穿了 诸般法则崩灭 气流溃散 白子虚的羽化飞升经 高悬在天 宛如真理的招式 惶惶如日 这是真理的力量 夜晨脸色顿变 轮回天国被打穿 他也受到严重的反噬 差点一口血喷吐出来 白子虚的羽化飞升经 是神迹宗士典的第三章 神迹宗士典乃是赞颂真理的秘点 传说里面记载着无上的真理奥秘 每深入领悟一章对真理的见解就会深入一分 传说如果九章全部领悟就能执掌万事万物的主宰 执掌伟大的真理 但亿万世纪元以来 从来没人能做到 白子虚自然也做不到 但他执掌第三章羽化飞升经 对真理的领悟就比夜晨深入多了 夜晨只是领悟了第一章和第二章而已 轮回之主 我看真理的终极 并不是你轮回的法则 你的轮回在真理之下 也是伪道 是异端 注定要被消灭 白子虚哈哈大笑 羽化飞升经 玄空飞天 真理神盲迸发化作烈日 磅礴的威压笼罩下来 要活生生将夜晨碾死 夜晨顿时感到身体都快被爆破 极其难受 苏荣和古蜻蜓 都是无比担忧慌乱地看着夜晨 他们想要驻战 但奈何连夜的战斗 已经耗尽了他们的体力 小青见到夜晨危险 眼泪都快要流出来 急忙遇风飞到夜晨身边叫道 夜晨哥哥 我来当你的翅膀 这话说完 小青就化作了一缕轻芒 顿入夜晨体内 竟是与夜晨融为一体 夜晨脑袋轰的一声 煞食领悟 自由之意 开 一声爆喝 夜晨身后展开一双辉煌璀璨的翅膀 那正是自由之意 但这双自由之意却是清幽幽的颜色 每一片羽毛都与星神清伦的领雨一般无二 这一刻的夜晨与小青融为一体 小青成了他的翅膀 也就是自由之意 两人都看过逍遥游的篇章 领悟了自由的妙法 这一下合体完全没有半点隔阂 自由的真谛也是完美结合 夜晨身后的自由之意 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 上面流转出了星芒 是星神清伦一族血脉特有的技巧 这是 白子虚呆呆地看着夜晨身后的自由之意 只感到无上恢弘的自由气息 扑面涌来 这个世间仿佛没有任何东西 能够掩盖住夜晨自由的光芒 轰的一声 压制在夜晨身上的真理威严 瞬间溃散了 天空在悲鸣 白子虚的语化悲声精 差点就被自由的风暴吹走了 无法再维持稳定 从空中哗啦啦地掉落下来 不可能 你竟然能抗衡真理 白子虚彻底震惊了 恐惧万分地看着夜晨 因为他发现 此刻的夜晨好像已经无敌 呈现出一股绝对自由的姿态 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压制 夜晨咬咬牙盯着白子虚 你还没有资格代表真理 自由风暴 给我死 夜晨翅膀震动冲杀到白子虚的面前 不 白子虚发出了惨叫 随着夜晨冲来 还有狂暴的极致飓风 无穷无尽的风暴 那是足以摧毁宇宙星空 覆灭天地的可怕风暴 简直是没有任何力量 可以抵挡 在夜晨身上风暴的轰沙下 白子虚无量镜的身躯 也是瞬间被撕碎掉 身魂俱灭 化作漫天飘洒的血雨 当场死去 在白子虚身后不远处 也有不少羽化山的强者们 受到风暴刮刮 肌肉都被刮掉了 成了一具白骨 场面非常恐怖 剩下的强者们彻底震撼了 像看怪物般的看着夜晨 发出惊呼声 慌忙狼狈逃窜而去 眨眼间 白子虚的手下逃得干干净净 一卷书从天空上掉落下来 正是羽化飞生惊 白子虚身上 所有存在的痕迹 都被夜晨的风暴 硬生生地轰灭了 只有那羽化飞生惊 不受丝毫影响 还是完好无损的模样 静静掉落在地上 白子虚 死了 古蜻蜓满脸错恶 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幕 白子虚可是羽化山的首座 执掌羽化飞生惊 而且还得到黑暗祝福 仙魔一体 实力无比强悍 但这么强悍的存在 居然被夜晨活生生地杀死 利用风暴 活生生地轰杀 连一点尸骨渣子 都没有留下 都没有 틀idad 尸骨渣子 有人为了看着丢了个日子 计算